微動開關 在我們的感應器裡面有一個長的這樣子 然後前面有一根鐵片 你輕輕按下去它會掉一聲 輕輕按下去它這邊有一個開關 這是一個微動開關也就是說你稍微動一下就會達到開關的效果 那既然是開關 我們二話不說你一定是拿什麼 數位指數位指數位信號來做接角 好我們把 黑色的線接上 G 那我們在Arduino上面我們沿用 前面的 你的數位角位都可以用 所以你看你想要好我們用數位角位4 來做動 數位角位4 來做動 那這微動開關我們最常拿來做什麼 碰撞 感應器 假設你碰到了它會自動 做其他動作 那回到我們的 Squatch程式裡面 好我們現在用的是數位角位4 請你告訴我數位角位4的值 好就程式就很簡單 好執行了它一直是0 因為我們開關並沒有去碰它 好當我們的手去把開關 壓下去 它就變成什麼 1通電 放掉是0 壓下去1 好 假設這是我們的車子或者是 其他的 你要做避障的話 簡單碰到它我們就知道說 它已經碰到物體 這個時候你要做 相對的因應措施 好這微動開關 在我們設計一些 好玩的物品的時候 蠻常用到的 好這是微動開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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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